你妹子咋死的?你妹子? 饿死了吗? 咋位? 我得 那你威脸得明显的 小学表官讲话 那饿死了 可不是这些个 画面中是作家伊娃的母亲 她所讲的是伊娃的家族 在1958至1962年大饥荒中的悲惨经历 伊娃在2013年 已经出版了一本大饥荒的口述史 对她来说 这项口述史的意义是一种纪念 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么多人的一场大饥荒 没有任何的纪念形式 没有一个纪念馆 没有一个纪念碑 没有一个纪念日 这个作为我一个普通人来讲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对这场的内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 中国政府不但没有纪念活动 对外发布的官方记载 对这场大饥荒的描述与解释 也都模糊不清 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 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是 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 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 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教科书上所谓的三年严重困难 实际上是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不正常死亡 中国政府至今不肯透露真实的死亡人数 史学家杨济生在有关大饥荒的专著《墓碑》中指出 饿死的人数达3600万 这相当于今天加拿大全国的人口 研究者一般认为 这一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真正的原因并非中国官方强调的自然灾害 而是人祸 1950年代初开始 为了弥补朝鲜战争带来的物资匮乏 从事为了支持国家导向的重工业发展 中国政府在全国农村 推行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战时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以农业合作化为手段 对农民进行高额争购 以暴力向农民抢夺粮食 宋永毅认为 此时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 已经把对粮食的争夺等同于一场战争 这种做法在1953年冬 就导致四川、山东、甘肃等上 形成严重的起荒 饿死人的数量不断上升 但中国政府发起的这场粮食战争 并没有因为局部的饥荒而停止 而是一直延续 直到1958年 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 第一个是毛泽东的战争势力 就是毛泽东在58年的时候 认为世界大战在十年之内会打起来 那么他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把全国就搞军事共产主义 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了超音赶美的口号 以此为依据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二次全会 提出了多块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要求在经济上尽快赶超英国、美国等 毛泽东设为敌国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央政府由此发动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 同时在全国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制度 这几个政策叠加起来 把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进一步推向了深渊 大消防的幸存者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主要是共产 刮共产风 搞打扰金嘛 不讲事是嘛 要不然你是个干部是个队长 恨到你要完成多少 完不成你要来打 叫下你的字 属于搞家 没弄资产了三十百斤了 弄产一万 会上各乡各社的英雄们 用河丹大海斩断高山的气干 摆开了争夺水豹冠军的内台 荒诞离奇的粮食报告 成为了政府从农民手中 征购粮食的依据 在原有高额征购的基础上 进一步恶化了对农民粮食的抢夺 农业生产本身也出现了问题 就生产技术上的狭子会 比如说搞泥子 搞大兵团作战 搞少种高产多收 倒置1959年粮食大减产 但这种情况下 政府仍然是高增购 政府高增购后 农民就没剩下粮食了 但栽兰性的决策 并没有就此止步 在高增购下 农民被剥削殆尽 交不出粮食 但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是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为逼迫农民交出所谓隐藏的粮食 全国开展了残酷的反蛮产运动 在这场粮食战争中 执行这些残酷任务的是人民公社 在各省收集了三百多位大脚荒幸存者 口述视频的假衣群 对此深有体会 每一个公社都设有军事单位的营和联 也有男营 男联女联 就是男人住在男联里面 女人住在女联里面 人民公社的管理模式 就是完全是军事化的 这种军事化它是同时又是集中演化 因为作为农民他们没有任何权利 他们甚至是没有人身自由 严志华则认为人民公社实际上是种类似于 劳改农场的监狱制度 限制剥夺人身自由 剥夺财产财物 人民公社化运动 它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 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 也就是耕地 之后进一步剥夺农民的生活资料 农民变得一无所有 被驱赶者参加集体劳动 还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 公共食堂最初是让农民敞开肚皮吃的 有数据表明 1958年一些农村地区在三个月内 消费了正常时期六个月的粮食 农村粮食库存很快耗尽 又无返销粮补充 1958年冬 求收后仅两个月 农村地区就出现了饥荒 饿死人的现象成批蔓延 四川省当时是重灾区 那是重灾区 我把一家 晚一走的时候 12、13岁 最后我们回来 我已经回来 这个昆土地 然后我们都回来了 回来了 应该我们在墙地方 那回来了 这97岁 我们说吧 昆土地只有97岁 97岁 出于求生的本能 绝望的农民开始吃草根 啃树皮 甚至吃一种白扇泥 与此同时 很多地方发生了人与人相识的惨剧 杨继生在《墓碑》艺术中 援引中共元老李锐的说法指出 人吃人的记录 全国至少有上千戏 恶得人吃人吗 到底无缓的了 我等于无缓的 无缓的了 可能我结婚的无缓的 就是要把你出来吃人 追了少计 就是追了少计了 还没死啊 没死他就我来吃 还没死就把他给多得来吃 我叫你给我喝起来的人 他当时就把他们家水做的来吃了 这个古今我逃了我日子来吃 饿瓢遍野的故乡 已经不是故乡 逃亡似乎才是生路 为了保留家族的血脉 以往的外婆以赴死的决心 带着以往的母亲和舅舅逃到了陕西 在甘肃那边路是不平的 那个所谓翻山越岭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去的时候那个路就是一本书那么宽 那要掉下去也是没有命的 而且我的外婆是一个小脚 我外婆真的是要下多大的决心 要把这两个孩子带出来 让他们活下来 随着逃荒其名增多 中央政府又在1959年初 下令严禁农民外流 各地政府出动民兵 围堵通往外乡的路口 抓到之后呢 除了暴打以外 还要遭受这个停犯 这些这个不给饭吃的这些种种惩罚 即使有个别的 掏出了村庄来到这个码头车站 那么也要查你的证件 查你的票 车票 如果发现是盲流 也要立即交给这个收容站 然后前送回原籍 在这场政府对农民发动的粮食战争中 农民处于绝对的弱势 而他们所面对的集权政府 在最高领导的裹挟之下 已经失去了纠错机制 正如脱轨的列车 向深渊奔去 五千年没有反右的话 五八年的惨剧 就会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那五千年的反右 把几百万敢讲话的知识分子 和党内干部全部打下去了 1959年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庐商会议上 彭德怀因为向毛泽东指出了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左倾错误 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首领 断送了政治前程 那是谁敢讲话 你讲一个字 错了都打成右派 二次那么多人也没人敢说 谁敢讲呢 这后来也没人敢统计 谁能统计出这个事呢 老派 一般干部都打成右派 都是因为说多少话 说了你日记上写的就不好的地方了 插出来以后 就给你击中一块 现在 最后你 冷得到多人 大家慌疏被饿死的绝大多数是农民 虽然当时的宪法清楚地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但农民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 却没有得到承认 按照中共的革命理论 长期以来就把农民放在什么呢 放在一个对立面 或者说呢 是要利用的时候呢 是他的基本群众 但是和他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又是他改造和教育的对象 这个意识形态就导致了他不可能代表 中国共产党从早期的解放区开始 就基于战争的需要 对农民采取残酷的掠夺 1949年之后 中共政府又继续向农民 抢夺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 农村和农民因此被宰割 中国的农民真的就像那个麦子一样 太普通了 就是割了就割了 长了就长了 我觉得他们那种地位 是最卑微最卑贱的 死了就死了 死了几千万人 根本就不算什么 中国政府一直对大饥荒的真相 遮遮掩掩 杨继生2012年在美国纽约时报 发表文章认为 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 可能有损一个 抓着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 执政党的合法性 这个判断在七年后的今天 似乎并不过时 中国政府正试图贯彻 以高科技为特征的极权主义 异议的声音被空前打压 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进退失据 国内媒体上 却鲜少对政府的批评和问责声 在大饥荒中 因为缺少监督和制约 而陷入疯狂的政治格局 似乎又重回中国大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执行》